那我也想问问周深啊 因为我之前看了一个材料 说是在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跨年啊 周深就六个跨年晚会 唱了14首歌曲 是劳模 真是劳模 是这样吗 是 我觉得有机会去给大家唱歌 都是很幸运的事情 而且大家都说我一直在突破嘛 然后我觉得自己的无论是突破 还是怎么样 都是为了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 去唱歌去陪伴大家 我觉得作为歌手 这样去传达自己感受到的爱 是非常幸福的一个事情 龙年到了 我们想请你 你这个中华曲库啊 要唱这个几首和龙有关的歌 行不行 我今天就把这个称号送给佩佩老师 我试试吧 有点难 因为有龙子的歌不是很多 我是一条小青龙 小青龙 小青龙 我有许多小秘密 小秘密 不敢告诉你 一个 一个 古老的东方 有一条龙 龙啊 你在哪儿啊 还有那首歌是龙啊 龙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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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龙年打击 就是我刚刚为大家原创的新歌 好好好 首发啊 首发好听 新闻的首发 你会有抖音小号吗 我当然会有抖音小号 我的抖音大号 我会动不动就会点赞到 或者什么之类 很危险 对对对对 我会有抖音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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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最担心 你也会有抖音小号 鞋位最担心这些内容被公开 最担心到是我呀 那是我的手机相册不是吗 当然是借到吃零食 因为借到手机 我真的做不到 我有试过 做不到 那借零食我有试过 我做到了 最喜欢拿一个电视台 谁呀 这有问题 这有问题是谁 喜欢别人 夸你帅还是唱歌好听 大家都帅谁要好听啊 这有问题有这个思考吗 这是我们最新话 我都陪你看 你知道这有问题 对啊 其实我问过另外一位歌手 他回答就帅 你知道我问我谁吗 还是阿迪 我 是零 你告诉我答案是谁 刘达华 哇 哇 女生 我听不见 因为我刚喝了忘情水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女生 多少公斤才算胖 那你觉得男生多少公斤 多少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要回答吗 呃 如果高的话 就算高 哈哈 好 那多少次 诶还在问吗 哈哈 下一个 诶 诶 可以跳过的吗 好了 你是前辈 你可以跳过 那个我们很大 哈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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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深刻就是为什么我在那张桌子一句话那么有声 因为他们都在说广东话 哈哈哈哈 我太美啊 我 我真的 你已经会说了吗 哈哈 就这一句 已经用完了所有的广东话的空存 哈哈 所以就是我也挺想聊天的 我听不懂 哈哈哈哈 加入群楼失败 对 加入群楼失败 就是虽然我听不懂 但是完全就没有那种隔阂的感觉 因为就感觉像 就是感觉自己 像就是看着自己长大的就是朋友一样的 然后就很亲切 哪怕就可能是外地来的 然后说一个他们自己的那个地方话 然后你觉得 诶 挺好玩的 然后包括他们在唱起一首首歌 就那一下就说 啊 天哪 梦回而时 对 每一位 每一位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林子祥老师 就哇塞 那个状态和那个舞台魅力 你就在下面就是不停的 因为大家都 镜头都在 就是都在舞台上 然后就在那边 啊 然后就是 啊 就我整个都 哇塞 这就是我在下面观看整个晚会的感觉 最喜欢的造型 反正不是第一个 因为第一个 虽然那个小王子的造型 大家挺喜欢 但是真的我好憋啊 无论是 尺寸上的憋 还是画术上的憋 因为在彩排的时候 我的导演 总导演 演唱会总导演一直跟我说 就像这一拍 你就不要说话 不要说话 你就不要说话 然后第一场的时候 就尽量忍了两首歌 但唱完两首 觉得真的不行 然后那个衣服 做得又非常的贴身 因为它是按照我量身定做的 所以它可能没有留出 太多给我呼吸的那个空间 所以我平时可能 呼吸就是 然后一穿那个王子装 呼吸就是 唱浅浅 浅浅浅的街 很浅浅的 长街 残月 吸气声 就那么一点 很痛苦 但是帅 周深的歌都没有办法单曲循环 因为发的太多了 刚才那句好讨厌 这谁啊 原来发展赛的人是很有压力的 我的K歌的必点曲目 不知道是哪些 但是一定会有全民K歌 求生意 是不是很强 必点曲目啊 哎 我很久没有去过KTV了 但是一般好像去到KTV 会唱很多很多 很经典的歌 比如像SHE老师他们的歌 或者像王心凌老师他们的歌 对 很多很多 像今天也有见到的 像亮英老师的歌 对很多都是 必点的 比较 留下比较记忆深刻的歌曲 好难 好难聊 因为我记得A8姐他们 我也很想表达我的热爱 你知道吗 我就想 哇我真的好喜欢你们歌 千万不要说 从小听我歌长大 没有没有 但是这是事实 那么你在中秋节 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呀 我 当然是奔乐啊 我记得在去年中秋晚会 你也参加我们 央视新闻的 谈判中秋的这个直播嘛 对 当时呢 我特别请你 结合中秋为大家唱一首歌 还记得当时唱了什么吗 我记得 水雕歌头 哦太好了 今天准备的不是水雕歌头 哈哈哈哈 嗯 委婉的套路一下 今年的作品 还有刚才在舞台上的感受吗 我觉得要委婉是吗 爱委婉 含蓄一点 要多委婉 但是 哈哈哈哈 十次你来把握 好 它是一首歌 哈哈哈哈 在过去的这八个月里 在你印象中 你都唱过自己的哪些歌曲 好了 观众朋友们 现在我们开始听我报歌名 大于浅浅 营刃 一缕执念 嗯 玫瑰与小鹿 嗯 哈哈哈哈 已经非常好了 哈哈 那现在呢 谢谢你给了我的台阶 哈哈哈哈 周深还记得去年 中秋晚会的谈判直播中 我给你送的礼物吗 嗯 我输了我要随身带着 我就是放行李箱 然后每次一 一打开行李箱 哎呀 陪陪老师告诉我 说话要注意吃 不会吧 怪不得我这个耳朵经常发热 是 后面开始在贵阳 第一次吃的是火腿味道的月饼 火腿味道 然后吃完就是 嗯 可能感觉不太好接受 月饼里面有肉 当然你可以喜欢里面有肉 只是我自己可能不太喜欢里面有肉 就是它的 对 口感很好 软软的绵绵的 然后所有的云腿味道 然后也很足 然后蛋黄也不会很腻 然后你吃起来也不会很黏牙 太好了 对 好吃 三二一 上来接 嗯 我目前看到的最多就是弹幕里面找周深 就看这一集 他们说周深呢 周深还出来吗 周深在哪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用担心 因为我知道他们肯定会爬墙的 但是也没有什么用 哈哈哈哈 只要头墙头里面有一个我就好了 你的记忆里只要有个我 哈哈哈哈哈哈 等一下我刚唱了什么歌啊 应该是乱编的吧 比如说我发一条微博 首先我会喜欢去抢沙发 然后呢我会回复前50个人 对 然后我觉得这是挺有趣的 好 现在他们都准备了很多评论 等我发微博直接就复制粘贴 那个银行卡号密码就不用给上来了 不太安全 有个白眼的吧 然后有个叹气的 然后还有一个最近 就是刚在我们收入人心里面 他们在我们私底下拍的一些东西里面 截取的就是一个魅惑的微笑 哈哈哈哈 这个表情是我最近用的最多的 配上了最近很红的那几个字 小老弟来了 哈哈哈哈 少拍腿 你知道是比中心大部分比较准 哦 招满了 下一个问题 那有没有福利吗 福利啊 也没有 下一个问题 那有什么你公司去有别的艺人的粉丝 别的艺人的粉丝来到了工作室 然后来跟我一起工作 很正常啊 把你的手机笔拿出来 绝对不是我 啊 我就无所谓了 然后工作就行 做好自己份内该做的事情 世界将变成美好敌人间 为了我们的友谊开飞 那些人间变到一些东西了吗 你觉得你歌手的电视音 你上传对人气最少啊 人气小 呃 大家会觉得 咦 终于在这个地方上 对啊 我最近已经收到这些 好开心 你又看到我了 呀 我觉得还好吧 有这个机会 能够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我也没有落下唱歌 因为我就知道他们肯定要催我二专 十首歌那随便上拉过来 一路一边 对我来说那是太 平常在做的事情了 我想把它当成二专那张专辑 真的需要考量考量再考量 思考思考再思考 哎呀给大家提高很大的期待 反正就是我加油 你等待 等待 等待 行 咪雅快下一个问题 在思诺变你一点 或者变你工作室 提啊尽管提 反正又是我看 哈哈哈 就是你提嘛 有用的反省反省 思考思考 如果是只看到了一个小角落 去看一下就好 有则 刚刚吃饱了 有则加免 无则 就是那个意思啦 就是那个意思啦 小应料IDOL的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周深 之前有做过自己脸色上的东西 不太为唱歌 那么对于杀猪鹰换头像 感谢导演出这些沙调乐播 你沙调网友的抽号 比如白眼啊 长颜欢笑 还有我最棒 凤 还有那个大笑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你驾一下自己在现场 15秒走完红毯的世界 15秒应该是我第一次对不对 然后就直接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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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紧张就走过去了 走得比我们工作人员还快 到红毯的末端的时候 我们工作人员 气冲冲地跑过来 你就走完了 哈哈 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吧 因为人生都有第一次 大姐换我吧 你学生在歌坛继续唱歌也不容易 我在想是 我跟刘雨宁声音会不会也很大 因为两个反差比较大 说不定会比较大 李子婷好像她唱歌跟我就很像 所以我会怕如果我跟她唱话 可能会比较不大 跟许维舟风格又非常区别非常大 说不定会不会也比较大呢 接下来就录 哈哈 肖战的话 她声音是那种清清亮亮的 就可能 可能也是 曲风会比较像 虽然她唱的比较多 是比较快的 或者是 是放飞了 嘎子哥 不搭 没有为什么 就天生就是不 好淡皮 尤其这次的舞台的表演 对我来说会更有意义一点点 要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和特别感动 那一定是我的 你就会觉得害怕 就真的非常非常幸福 对他们可能想请我的饭碗吧 哈哈哈哈 对我就觉得 太 我马上就会有了 这么失望吗 这么失望吗 文静视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歌手周深 这次总局春晚的主题是 同心向未来 2023这年 有哪一刻是让你有这种 大家拧着一股劲 向某一个目标出发的感受的 好淡皮 有啊 我觉得今年印象最深的像亚运会 因为所有在运动赛场上的健儿们 都想是为自己的祖国争光嘛 我们就会看着自己中国的健儿们 在冬奥会啊 然后在冬残奥会上面 就感觉所有全国人民 都是拧成一股劲 向前冲一样的 就会觉得很刺激 可以分享一下 这次来总局春晚 内心感受的不同与相同吗 我觉得有 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吧 来这一次咱们总局的春晚 尤其这次的舞台的表演 对我来说会更有意义一点点 这首歌是 致敬中国好人的一首歌 然后这首歌虽然 就是当初在创作时期 致敬的是一万个中国好人 但其实更像是致敬我们身边每一个 给予你温暖 给予你力量的一个人吧 就生活一些小小的细节 都会让你温暖到 对哪怕是就是 你上电梯的时候 有那个人 多帮你按一个 那个就是 开门的那个那个钮 我觉得那一下也是非常温暖的 过去的一年 有什么人或者是带给您的感动 对你印象最深 要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和特别感动 那一定是我的歌迷 就会觉得在任何角落 他们都会想用最大的声音 去告诉你他们在 然后他们在听我的歌 他们在支持我 然后在生活当中 也有很多一些温暖的 就可能平时在路上的时候 然后就很多小细节 然后但我印象很深的是一次 在澳门演出的时候 就很多那个在街上那个 就给我一个抱抱的那种 我就看见 怎么看怎么像是我 给别人温暖的瞬间 然后我就过去就拥抱了一下 然后他还说是 祝你所有的事情都顺心 然后刚好那个时候 工作压力又会比较大 然后一下就觉得 啊本来想是自己去给一个拥抱的 然后结果是一个 这么温暖的一个回应 然后也都得到一个拥抱 所以觉得这种 所有的温暖都是双向的吧 印象比较深刻 还有深深在唱歌 把麦克风给粉丝的时候 然后他们特别会唱 对 然后你在台上的时候 内心会不会感觉到特别温暖 有啊 因为当时第一次低麦的时候 肯定会忐忑 你就会觉得害怕他们会 要么不计词 要么就是啊 万一没听过这首歌 都会有这样的担心 但后面每一次 把麦克交出去的时候 他们都用最大的声音来回应 我都觉得这都是非常温暖的时刻 而且对于歌手来说 就真的非常非常幸福 你会觉得你的歌真的很实体的 在陪伴着非常非常多人 对那种实体的感受 神明们真的很会唱 对他们可能想请我的饭碗 哈哈哈哈 因为我的歌说实话 不太好唱 所以他们唱出来我就 哇 就是很厉害 对看来以后还要教一些 更难的一些部分 交给他们唱 好好练歌哦 神明们 为什么是这种语气 歌曲里有一句歌词 我曾见过世上的爱与温柔 是浸在身边的温暖又粗糙的双手 请分享一个你见证过的这种看似细小 却又极其温暖的瞬间吧 我是当时在看这首《身边MV》的时候 我觉得是中间有无数个非常非常 就是我之前有看过这样的短视频 然后再在MV里面看到配上歌词 就会非常感动 我记得是那个女生列车员 他就说我也是别人家的孩子 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但是因为我身上穿着这一身制服 我就有这样的使命去照顾好每一个人 那一下我就会觉得 就好伟大 就是控制不住的不停的流眼泪 对 然后这两天也看到一个很 让我自己很 还蛮感动的一个短视频吧 就是在西藏的时候 有一个应该是摩友吗 他们骑摩托那个叫摩友吗 还是什么 然后他就在路上的时候看见有一个人 就有点就是感觉像是那种高原反应非常强 就感觉可能有点危险了都 然后他就立马就停下来 就立马帮助他 你也有看到那个队 那很感人 并且他不只是那一下 帮他缓解那一下而已 他是要全程 要确认他已经安全到达了医院 就一直在后面开着摩托 对 我就觉得太 你很难想的形容词 但是我会觉得如果换成是我 我会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去做得那么的完善 以及就是 因为当时会害怕自己会不会耽误什么事情 没有那么理智的一个思绪去做这整个事情 那一下你会觉得他真的是救了他一条命的 那一下就会觉得非常非常感动 就光是隔着屏幕我都觉得 真的是遇见了个大好人 歌迷朋友们特别喜欢福光这首歌 觉得它像一张文化名片适合多唱 这句话是重点是吗 适合多唱 近期有计划满足歌迷们这个需求吗 马上就会有了福光的第二个现场的舞台 具体在哪里请关注我 请在同心视频找我吧 我们有没有这个耳符可以先听一下呢 哦 你的眼眸 充满了 世界 你的身后 用故事 成片 福光 空里的元兴树流年 与你同谢 沧海三天 谢谢 马上快过年了 今年的春节有什么打算吗 春节的话就希望快快回家 就去到贵阳 回到贵阳 每年好像都只有在过春节的时候可以回去 然后可以吃很多好吃的 然后每一次都要问当地的同学们 就是有什么著名的好吃的 去搜集搜集 然后以后朋友们在去贵阳的时候就可以去推荐他们 自己先去青春的试一下 作为九二九星球的周芬奇 青春头像确定了吗 确定了呀不换 以不变应万变 耶 这么失望吗 最近看的一部电影是 最近都在看繁华 而且看完之后会有很多的 就学到很多东西吧 比如说做大事的时候就是要学会不想 就你慢慢闷声的去做好那个事情 就觉得 的确我平时就是画很多 所以我决定 2024年的周深 已经2024 龙年的周深 人很画不多 不刚说完做大事要不想吗 怎么又开始喊那么大声 你最近有被偷心洗脑吗 有啊 有啊 不过最近就当然是被保肿啊 喂肿啊 洗脑 经常遇见他们 最近听到的一首觉得还不错的歌是 偷偷走我的心 还有像执迷不悔也是啊 对 有心去体会 请挑选三个词语作为送给粉丝的新年祝福 开心 健康 顺心 嗯 不好实在 对啊 哇这太重要了 这三个非常重要 那如果是送给自己团队的小伙伴 会是哪三个词呢 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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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一样吧 希望他们也能健康 开心 然后 顺心